这次我们做的是上海G60科长短浪二期刚机构项目 这款驱空900吨我们是昨天上午从金山是全主币刚开 自重接近170吨开过来 这款车我开了将近两个月 总体感觉到操作灵敏定然后舒适度 比较原先别的国产车有很大的进步 这次我们吊装的是大概40米左右重10吨 吊高80米左右的钢结构 吊装难点主要是空间比较狭窄 我们用的是主币工况 然后加配重后卫 这款车配重变位技术满足城市空间狭小的地方 回转半径比较小段不过来的时候用到差 远半径的时候我们再变到后卫的时候 增加它的起重量 这款车是设计很合理 这次吊装预计是8个小时 但是我们现在5个小时就完成了 所以这次效力还是很夸的这台车